耶 小朋友們拿著自製的提袋 開心合照 上面的裝飾 葉片和花朵 全都是他們親手摘的 除此之外 還親自體驗到 深入農田拔蘿蔔的樂趣 目的就是要讓孩子 從小就學習到農業的重要性 而且為了降低氣候變遷 對農業的影響 新北市府透過減量 增匯 循環 以及率趨勢 這四大主軸 達到淨零碳排的目標 不僅推動有機有善耕座 減少400多公噸的碳排放 同時計畫性直數 增加碳會 並協助青年投入農業 農業局也將產業 導入智能科技 並且針對49條重要道路 進行綠美學施作 提升市民的心靈健康 還會在2026年 打造四處萬金杜鵑 跟AI美學展示描迫 預計展示上百種杜鵑 同時也作為賦予台灣原生杜鵑的基地 打造永續的生態環境 TVBS新聞網 陳嘉彤 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